大家好 我是李诺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在旧金山租一台电动滑板车 一分钟的租金在15美分到1块美金之间 电动滑板车最高时速每小时可以达到15里 在旧金山街头使用电动滑板车代步 省去走路的时间省时又省力 无论上班或参观都很方便 也因此旧金山街头的电动滑板车越来越多 但是滑板车使用人不遵守交通规则 到处乱窜 随便乱停 不带安全帽等乱象 已经严重影响用路人和车辆的交通安全 为了遏止滑板车乱象 旧金山市政府在4月下令 所有滑板车业者必须先拿到许可证 才可以开始营业 但是这一道命令一点都不管用 旧金山还是处处可见违规的电动滑板车 最近旧金山市政府正式宣布 将从6月4号开始 针对违法的电动滑板车开罚 没有使用执照 或者是随便乱停靠在街头的滑板车 一旦被举发罚单一张100块美金 再来看另外一个让警方和家长头大的青少年拘案问题 Santa Clara County的青少年犯罪率从去年开始升高 青少年帮派集团横行是最主要的原因 警方最近锁定在San Jose犯下许多住宅 汽车窃案 抢劫截车案件的青少年帮派集团 在警方两次大规模扫荡行动中 总共有31名青少年帮派分子被逮捕 大部分被逮捕的青少年帮派分子都是常年惯犯 有超过一半以上是有前科的人 有人年纪轻轻身上就已经背负了十多条犯罪前科 除了品性 家长也要注意孩子是否背着您偷偷抽电子香烟 从2011年到2015年间 美国高中生使用电子烟的比例 从1.5%增加到16% 而且数字还在继续攀升中 YouTube还有许多的影片 教孩子如何在Amazon订购电子香烟 甚至还有影片示范 教孩子如何在收到Amazon电子香烟包裹的时候 欺骗父母 不让父母发现包裹里面是电子烟 也有影片教孩子如何在学校藏匿电子烟 如何在课堂上吸烟不被发现 许多高中生在同学的误导下 以为吸电子烟是一件很酷很炫的事 不让孩子被香烟毒害 家长要提高警觉 感谢收看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